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AI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英国银行和科技公司之间因网络诈骗而引发的激烈责任争论 随着最新规定的出台 银行将被迫对授权推送支付APP 诈骗的受害者赔偿最高8万5千英镑 这一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对诈骗受害者的重大进展 但同时也引发了对银行和社交媒体平台之间责任界限的质疑 随着诈骗手法的日益精致 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之间的紧张关系愈发显著 伦敦数字银行Revelo的高层对社交媒体巨头Meta提出了指责 认为其在打击诈骗方面的努力远远不够 这场责任的拉锯战是否能够激发更有效的合作成为了行业关注的焦点 此外 英国最近推出的AI诈骗检测工具AskSilver能够帮助用户检查可疑信息的安全性 这一创新举措为公众提供了有效的防护手段 它的推出不仅是对新规则的回应 更是对消费者保护的有利支持 然而 对于这些新规则的实施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 专家们的看法却不一而足 有人担心 强制退款可能会引发新的诈骗行为 而对于受害者的心理支持和长期保障仍然存在疑虑 这场责任之战究竟会如何发展 银行能否在新规则的推动下更加重视诈骗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英国 银行与科技公司的网络诈骗责任之争 愈演愈烈 在这场激烈的讨论中 银行和支付公司要求社交媒体公司 对网络诈骗事件中的受害者负责赔偿 这一问题之所以备受关注 是因为从2023年10月7日起 银行有义务对授权推送支付 诈骗的受害者进行最高8万5千英镑的赔偿 这些受害者往往因受骗或被心理操控而损失金钱 尽管这一赔偿金额较之前 英国支付系统监管机构PSR提议的41万5千英镑低 但仍足以对金融机构造成财务压力 Revalu的金融犯罪负责人 Wody Malov直指Meta 指出他们在应对全球诈骗方面的努力远远不够 他认为像Meta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 应该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因为如果不这样做 他们就缺乏解决问题的动力 金融时报报道 工党曾建议 强迫科技公司对其平台上发生的诈骗事件进行赔偿 但这一提案是否会付诸实施仍不明朗 商业诉讼律师Matt Aykroyd则指出 银行若成功推动政府对科技公司 实加监管责任将获得避益 但这在短期内难以实现 银行和监管机构 长期呼吁社交媒体公司 加强与银行合作 以应对诈骗威胁 PSR政策负责人Kate Fitzgerald 在一次金融行业活动中表示 许多诈骗源自社交媒体平台 监管机构需要绝对透明 以确定打击重点 英国国家犯罪局Rob Jones 批评社交媒体公司 未能有效打击诈骗行为 指出关闭可疑账户的行动力度不足 Meta则反驳银行指责 表示它可以通过其 FIRE计划共享来自银行的诈骗情报 并呼吁更多跨行业合作 与此同时 为了提高消费者对诈骗的警觉性 英国推出了一款 名为ASIC Silver的人工智慧诈骗检测工具 用户可以在WhatsApp上注册这款工具 当收到可疑信息时 将其截图发送给ASIC Silver 工具便会及时分析其安全性 这一工具的推出 由非盈利组织Get Safe Online推动 旨在帮助公众提高警觉 避免诈骗 随着新规则的实施 银行必须对因诈骗 而损失金钱的消费者进行赔偿 这一政策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保障 然而 即便有新规则 诈骗案件仍在激增 去年 iB诈骗案件增至232429起 损失总额达到4.597亿英镑 其中 购物诈骗占比67% 新规则的退款上线 起初为415000英镑 但被调低至85000英镑 尽管如此 这仍能保护超过99%的 App索赔案例 然而 消费者组织Witch 提醒高价值诈骗的受害者 或面临漫长的退款斗争 银行可能一具体情况 赔偿超额损失 而受害者 也可向金融申诉 专员服务 FOS索赔 最后 随着科技的进步 假冒通信手段愈加精致 对网络安全的警惕更为重要 银行和科技公司在此问题上 应该携手合作 以确保用户在数位世界中的安全 这样的合作 不仅能减少经济损失 也能降低诈骗对受害者的心理影响 从而更全面地抵御诈骗威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银行应该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 因为他们本身就负有保护客户资金的责任 这就像在古代 城堡的守卫 如果没有做好保护城门的工作 门被敌人攻破 那摩守卫就必须承担相应责任 不是吗 而且银行有能力和资源 去开发更好的安全措施 来防范诈骗 楚天书 你这话听起来 就像把所有的过错都推给银行 就好像他们是唯一的城堡守卫 但事实上 社交媒体平台才是现代情报站的主战场 就像在特洛伊木马的故事中 即便门栓再兼顾 内部一旦被渗透 城堡依然会被攻陷 所以 科技公司也应该分担责任 为平台上出现的骗局负责 谢琪琪 你说的特洛伊木马的例子很巧妙 但就像这个故事一样 最终攻陷特洛伊的是内部的背叛和疏忽 因此银行需要提高内部安全防护措施 向英国这次要求银行对APP诈骗进行赔偿 正是希望能迫使银行加强防护措施 从而减少诈骗事件的发生 毕竟银行是直接与客户打交道的最后一道防线 楚天书 你的观点就像是说每个人的房子被偷 只是因为大门没有锁好 但别忘了 小偷是从哪来的 社交媒体和科技公司创建并运营着这些平台 却没有有效的手段来识别和阻止诈骗内容的传播 这就像开了个市场 却不管市场里有没有卖假货的 这样的市场责任何在 所以他们应该一起分担这个赔偿责任 有趣的比喻谢其器 但让我们想想那些假货的消费者 最终还是从商店购买的 不是吗 银行就是这些商店 他们有能力和义务去验证产品的真伪 这也是为食膜银行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因为他们直接处理资金流动 而且技术不断进步 像S-Silver这样的工具 也可以帮助提高警觉性 银行和用户都需要学会更好的利用这些工具 楚天书 你这样说就好比责怪小店主 而忽略了整个供应链的问题 问题的根源在于那些大型科技平台 他们是这些诈骗信息的源头 正如马可、奥勒刘所说 失去目标的人生就像失去罗盘的船 科技公司应该付有一定的义务来确保他们的平台不是诈骗者的温床 毕竟他们是最先接触到这些信息的地方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